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若宇 川普上任之后有相当多的新政策 未来的投资方向会是如何呢 这个周末美西华人学会在南加州盛盖博士 举办一场金融论坛 免费入场 邀请观众朋友到场了解 美西华人学会获得了美华银行工会的支持与赞助 举办财税金融论坛研讨会 4月23号这周日下午1点半开始到4点半 在南加州圣盖博西尔顿酒店举行 邀请到了加州财务长江俊辉与多位会计师 银行家担任主讲嘉宾 欢迎到场参加 我们这次联合扩大举行 新政府下的财经金融的讲席会 我们非常荣幸这次邀请到加州的财务长 江俊辉先生为我们特别会谈一下 目前加州的财务状况 同时呢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 瑞士银行投资部门的林日生博士 还有我们孙美华会计师 为我们谈一下这个新的政策 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 美华银行工会大力的支持和赞助 邀请了各大银行的精英 为我们来谈一下目前这个hot topic 就是说最热门的还有最实际的像银行的新的保密法 怎么样防止洗钱的法规 还有同时这个银行的外汇 风险管理 中小型企业贷款 国际这个贸易融资等等 那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因为在新的进口之下呢 也创作了很多投资的机会 当然洗钱也是非常的动荡 也对他的进程有一定的保留 最重要是这个税务的改革啊 国方面 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还是蛮心远的 所以呢这一期延展 我会从他的进程里面去看 对美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发展 然后长期以后美国的整个股票市场 跟全球市场的这个一般的走势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此之外 美西华人学会第三届的华裔应届高中毕业生奖学金 开始接受申请 每人一千美元资格条件 需要就读南加州学校 具有公民或绿卡身份 品学兼优GPA3.0以上 热心服务 截止到6月5号 请与美西华人学会联络 了解详情 或上网下载申请表 中天频道采访不到